在戏里是霸道的女王 在红毯上怎么就成为黑乌鸦 看着辛子蕾的全新造型 简直就是黑乌鸦与黑天鹅的差距呢 辛子蕾长得十分凶悍 参加活动都满身乌黑 穿成这样 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就不能鲜艳一点 看起来不像黑天鹅 翻到成黑乌鸦了 精致的短发 让辛子蕾看起来成为小方脸 这脸型限制了自己的演技 怎么看都有种坏人济世感 人们又要怎么办呢 辛子蕾身穿黑色羽毛连衣裙 这身礼服足够特别 满身的羽毛 还真把自己当做鸟住了呢 黑乌鸦感觉爆疼 让人们忍不住想笑 抹凶款式的连衣裙 更加凸显身材 同时收腰的款式 看起来魅力十足 宽宽的腰带 身材还是很迷人 尤其是这双眉腿 真心超美 辛子蕾肤色白皙 身穿乌鸦裙子 整个人都失去了明星光环 这么接地气的造型 也是没谁啊 同时裙摆的设计 更加逼真 辛子蕾就算穿着可爱的背带裙子 也让人们爱不起来呢 镂空设计的衬衫 十分接地气 同时拥有黄色背带裙子 装的也更明显了 一身红色套装宛如帅气的女汉子 辛子蕾的霸道流露出来 看起来更加迷人 同时苗草身材尽收眼底 让人们很羡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